于怨琪勇敢抗癌八年 人在二十一日不敌病魔离世 留给一票亲友无限伤痛 先是她的大姐忍痛写下 我最善良可爱的妹妹 感谢你忍受我这个任性姐姐三十九年 我会帮你照顾好乐乐跟弟弟爱你 再到弟弟于香泉分享了好多张跟她的生活照 并喊话下辈子我们一定还要再当一家人 而一路以来对她不离不弃的老公 也在爱妻走后在私人脸书首度发声 她晒出在病床旁紧紧牵着与怨骑手的照片 写下老婆谢谢你这几年的陪伴 你所交代的事情我会去完成 我也会好好照顾小孩 希望你能没有牵挂的离开 再也没有病痛折磨着你 最后我只想跟你说我真的好爱好爱好爱你 而除了病床照之外 她也PO出两人亲吻的合照 脸上露出满满幸福的笑容 让人看了格外鼻酸